音乐 我们先来看提摩泰前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请看十六节 十六节 大在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福 被接在荣耀里 我们在这一次的灵恩会当中 那么小弟要以敬虔为主题 那么来做四个小时的真理分享 但是我们要进入到敬虔的生活里面 它有一个前置条件 就是对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 神耶稣基督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他敬虔里面的奥秘 所以这个境前就是提到说 怎么样要虔诚地 来敬拜这一位神呢 所以我们在昨天有提到 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 那么他是道成肉身 显现在我们眼前的 一位没有用一个灵的状态 所存在的神 那么他要来到树上 他都借着他的仆人 在七八百年前 就已经预言说好了 所以耶稣基督他就讲到说 如果要拜天上这一位神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因为我们的神 他不是一个物质化的神 那么从这一个对神的认知的角度 我们提到一份真正的境前生活 到底是什么 它有两个重点在里面 那么第一个是 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五节 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除了有敬虔的外貌之外 那么我们也一定要有敬虔的实意 来伴随着我们外观行为的呈现 所以真正的境前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外观行为 跟内在的心意 必须要能够划上等号 因为我们是用心灵 在敬拜这位天上的神 那么第二个重点 一份真正敬虔的生活 我们引证的经文是 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五节 我们的神说 你不要把信仰当成是得利的门路 我们一份真正 用我们的内心的成熟 那么虔诚在敬拜神的时候 那我们绝对不是拿着 我们在信仰上 所呈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美 这样子的一个好 然后跟神当成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能够得到神赏赐 平安恩典的一个交换的条件 或者筹码 所以我们的神在提摩太前书 六章六节又继续讲了 他说境前要加上知足 那么这个才是大利 所以我们不要把信仰当成是 跟神谈判得到生活恩典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能够被神拣选进入到 他救恩的行列里面 然后我们又能够用我们的心灵 来敬拜天上这一位 道成肉身的神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也是一种心灵里面真正的平安 那么现在我们要按照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讲到第二个部分 叫被圣灵称义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他小事做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说获作在灵性称义 那我去看了他的原文注解 原文的一个解释 他说耶稣基督 他是在神的灵里面被宣告 他是没有罪的 耶稣基督是在灵的证明当中 他是一个无辜的 一个没有罪的神 我们这本圣经常常告诉我们 都会记载说 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 他是一个圣洁的神 那么在他绝对没有谎言 他是一个绝对真信成熟的神 那这个神 他成为一个肉体的样态 他降生了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要讲 他的生命的系统的来源 跟我们现在所有在座的 弟兄姐妹的生命系统的来源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生命系统是在 在罪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 那么这段新闻保罗 他透过神圣灵的感动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这个罪是从一个人进入到这个世界的 那我们注到在创数记二章的十六节跟十七节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始祖说 如果违背的神所告诉他们的戒命 那么只有一个绝对就是要进入死亡里面 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又这么讲 他说死是从罪来的 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 所以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之后 就必须要承担他犯罪的责任跟后果 那么就是要面对死亡 所以保罗说当我们看到死亡临到树上所有众人的时候 那就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这个大卫他在做诗歌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我们请看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五节 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五节 这个是大卫他所做的诗歌 我们的神感动他这么祷告 大卫说我是在罪内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在我妈妈肚子的时候 我哪有什么行为能力啊 对不对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什么叫做有道德 什么叫做没道德 我完全不知道 无诗的状态 但是大卫他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他说我在我妈妈肚子 我就有罪了啦 那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神学领域 我们用了一个名词来描述它叫做原罪 所以罪分成两个系统 一个叫原罪 那么一个叫本罪 那这个本罪是我们有了自觉的意识之后 所产生出来的行为 我们生活当中所行所为 违背了这本圣经神真理的记载 那这个是我们能够清始祝道的 哎呀我做的违背了这本圣经的道理 那这个叫做原罪 这个叫本罪 那原罪呢 原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他们患了罪 那这个罪我们的神经 我们用今天的这个能够了解的一个 知识的这个原始叫做 他会遗传 不是我本身患的罪 但是祖先患罪之后 这个罪就遗传在我的身上 这个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也不是我犯罪 我为什么要去背负别人犯罪的后果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真的不大喜欢 那可以因为我们的不喜欢说 这个罪就不临到你的身上吗 不临到你的生命系统里面吗 我曾经跟一位教会的主事去协助 这个教会的灵恩会 那在空档的时间 这个主事就跟我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 传道 我被我家那个孙主 吵得我快要精神分裂了 是什么问题啊 他现在是念小学六年级 他从学校回来 就常常来我的面前 跟我大吼大叫 阿公我为什么要姓张 因为他们家姓张 工厂商 阿公跟他讲说 你就生在我们姓张的家庭里面 你不姓张 你要姓什么 这个孙主说 我不喜欢啦 我不喜欢姓张啦 我不要在你们的家庭啦 这个阿公就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到 大胡子 我念小学六年级 就大胡子 生了很多胡须 阿公跟他讲说 遗传啊 你看你爸爸是不是大胡子 他说是啊 你看阿公是不是大胡子 是啊 可是你们大胡子 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大胡子 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里面 因为这个小学六年级 就满脸的胡须 所以他有一个外号 那个叫海盗 胡客船长 所以大家同学都不大亲近他的 他很懊恼 能够因为我不喜欢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就不会遗传在我身上吗 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把它去除掉的遗传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就听到说 有什么先天的气喘病 什么先天的心脏病 我喜欢吗 我当然不喜欢 但是遗传 没有办法无奈 那这个就是人生命系统 就是在罪里面生下来的生命 有他的罪的遗传性 那天上这个神耶稣基督 要降生来到这个树上的耶稣基督 是不是在这样的系统当中 他降生而来的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请看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 对不起 请看十八节 十八节的下半 十八节这一节经文记载 耶稣肉身的妈妈叫做玛利亚 那么他肉身的爸爸叫约瑟 那当时虽然这两个人已经订婚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结婚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那很奇怪的一件事 什么事呢 马利亚有生孕了 那如果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说 哎呀 我这个太太没有遵守婚前 保守圣洁的真理 他跟某个男人发生了性行为 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 玛利亚的生命是从圣灵来的 从灵来的 神的灵而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一个生命的 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系统 所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 这个二十三节 这一种降生的方式 是我们的神在八百年前 他就已经讲好的一种降生的方式 所以说 必有同你怀孕生子 这个是讲到这个神 他降生的方式 跟我们庶人绝对不一样 那这一句话 是离现在两千八百多年前 神借着以赛亚先祖所说的 那两千八百多年前 有一个人讲说 将来会有一个女孩子 没有结婚就大肚子了 当时这一种话讲出来 你看以当时的科技 当时的这一种知识 我会常常说 那家会把这一种人当 这个精神大概有问题 讲这一种 与无伦是没有思考过的话 那我们的神呢 就是在一个神的灵 耶稣就是在一个神的灵的感动 然后孕育出他的肉身 经过八百年之后 这件事情兑现了 所以你看 当耶稣当时也认为说 我这个太太对我是不忠贞的 我都会分析了 所以四九节提到说 我想要把他书底下 把这个婚约解除掉 那二书节就提到 我们的神 差派天使出面 神出面告诉耶稣 他说你把他取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所怀的运输 从圣灵来的 所以耶稣基督 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13节 我们的圣经就证明说 耶稣基督 他不是从血气生下来的 他是从灵里面生下来的 他不是从情欲生下来的 没有带着人的情欲在里面 那也不是在仁义当中生下来 就是不是靠人为的方式生下来的 不是从人为的方式生下来的 好了 你怎么来的 How have you come about? 我问你 你没有回答 你怎么来的 你不要跟我讲说 如果有人问我说 传道你怎么来的 我可能会说 我九月混从台湾大飞机到英国来的 If someone were to say to me How have you come here I wouldn't say that I've come to the UK in September 因为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被教会的传道 突然无缘无故 你怎么来的 他就问我 我怎么来的 那我就这样回答 我从家里搭公车来的 他说错 我不是要问你这个 那到底传道你要问什么 有一天晚上 我爸爸跟我妈妈 情欲发动 一阵稀里哗啦 我就来了 And so one night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came together And this is how I came to be 我就这样来 我就这样来到这个世界 And this is how I've come to this world 那这个住在人的情欲 住在人的血气里面 然后我被生下来的 我的生命系统 是在这里 I was born from the will of flesh and the will of man And this is how I came to be 那这一位 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系统 不是这一个 罪的生命系统 他没有原罪 Jesus is not come from the line where there is original sin He is sinless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神 这位大家肉体的神 耶稣 他是在灵的系统里面 生下来的 所以在灵里面 他被神宣告 是没有罪的 And so our God Jesus is manifest in the flesh And in the spirit He was declared to be without sin 那因为他的生命 没有原罪 Because in his life He doesn't have 所以他的血 他的生命 才能够替换我们 就说无罪的 代替有罪的 来牺牲生命 That is why his flesh and his blood was able to be as an offering for us and replacement of our sin 这个世界 就像一个大监狱一样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带着罪来的 那么就在这个 大监狱里面生活 And this world is like a great prison that when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we are living in sin 那怎么样 可以离开这个监狱呢 And how do we escape this prison 大家都是有罪的犯人 就在这里生活 谁为谁顶罪 And all of us are prisoners and with sin who can take away our sin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用他的生命 来为我们顶罪 代替我们的罪 说好 你离开监狱 走吧 And no one can use our life in replacement of ours to say that we can now leave this prison 而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没有罪 他的生命没有罪 But our Lord Jesus Christ His life has no sin 所以只有他的生命 才能够赎我们 有罪的生命 And only his life can redeem our sin 那怎么赎呢 And how can he redeem us 跟我们的祖先 亚当夏娃 患了罪之后 After our ancestors Adam and Eve committed sin 人也会想办法 遮掩自己的罪 Man will find a way to hide their sin 我听过一个领会人员 他步道的讲题 叫枯叶与皮衣 I've heard a sermonizer share on the topic of using leaves to cover oneself 我当时说 哇 这个也可以当步道的题目 好新鲜 I thought this is a very refreshing topic 什么枯叶与皮衣 这个到底是什么道理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overed and using dried leaves 我们如果从 创世纪第三章 If we turn to Genesis chapter 3 当我们的先祖 他犯了罪之后 他怎么去遮盖 他所犯的罪呢 When our ancestors committed sin How did they cover themselves 创世纪三章 第七节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7 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着裙子 要遮掩 他刺身肉体的羞耻 They sowed fig leaves together and made themselves covering because they were naked 那么用刺身肉体 来形容一个人 预表一个人 的罪的羞耻性 Naked is used to refer to a person that is ashamed because of their sin 那怎么遮盖呢 无花果树叶啊 How do they hide themselves They use fig leaves 那这个树叶是会枯干的 它是人的方法 好像今天世界上 这么多的宗教 那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他不是神命定 我们被拯救的方法 所以后来在创数记 第三章的21节 那我们的神 他就用皮子做衣服 给始祖来穿 Our Lord God made tunics of skin for our ancestors to wear 那这个皮 它是不会枯干的 能够永远遮盖 人所患的 对 遮盖人的羞耻 And this skin will not dry up and it can forever cover the sin 但是它有一个 预表现在里面 But this has a symbolization 那么就是希伯来书 第九章22节的经文 which is recorded in Hebrews Chapter 9 verse 22 在神他的命定当中 如果是罪 罪一定要用血 才有办法 把这个罪解禁 for sin to be removed it must be through blood 所以用皮做衣服 给始祖们来穿 And so for our skin to be used as tunics to cover our ancestors 那么我们所看不到的 内在所隐藏的 就是一定要有 生命的牺牲 What we cannot see within is that there must be a sacrifice of life 那么靠着它 靠着这个牺牲了 生命之后 所流出来的血 我们的罪 才能够得到赦免 And through the blood that is shed from the sacrifice of life our sins can be forgiven 那谁的生命没有罪 如果是从情欲 人欲生出来的生命 都是有罪的 那些生命对我们来讲 没有办法拯救我们 那唯有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是灵孕欲的 所以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天上这位神 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他就定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的罪 流出了他的宝血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 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接受洗礼我们的罪 才能够得到决庆 我对一个牧道者 讲到这样子的道理的时候 这个牧道者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说传道 停停停 请你道带 好像我在放录音带给他听 我说道带从哪里道取 他说你讲 我们今天要靠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十字架 那么在十字架上 流出了他的宝血 所以我们就是在他的宝血当中 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 涂抹 才能够得到洁净 他说 对对对 两个问题 我想要请教你 先把耶稣的宝血拿出来给我看 我就愣住了 把耶稣的血拿出来 你说靠耶稣的宝血 洁净我的罪啊 耶稣的血先拿出来给我看 拿不出来 所以他第一句话 基督教都是骗人的 每数都讲用耶稣的宝血 解性人的罪 叫他拿耶稣的宝血 什么都没有 骗人的吗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拿了一盆血出来 他说你要跟我证明 这个是耶稣的宝血 你不要拿猪血 鸭血 狗血 什么血 混一同 拿出来给我看 你要跟我证明 我也没有办法 我现在要讲第二个陈述 第二点 被圣灵称义 在灵里面 我们也能够因为 耶稣基督的宝血 然后被神承认 宣告 你没有罪了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三章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三节以下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没有罪的 带着肉体的 耶稣 这位神 他竟然到了 施洗约翰的面前 要求施洗约翰 为他洗礼 好像这个木道者 后来跟我讲 后来这样跟我说 他说 我看所有的教会 为人施洗的时候 全部都用水 哪里有什么用血 都是水 那表示说 你们都是讲谎话 因为没有血 用水 对不对 我们这一出教会 是不是用水 为人施洗 表面上看起来 是啊 所以他说 我一开始讲 基督教都是骗人的 没有错啦 那水就水 就讲什么 耶稣的宝血 叫你拿又拿不出来 所以他这样跟我说 他说 如果水能够 接近人的罪 传道 我家的水 不会比教会少 你知道吗 如果我觉得 我有罪 我良心不安 我到我家 浴宿水 那我一开 冲半个小时 我就没有罪了 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看 一个生命系统 没有罪的耶稣 他现在来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 我们可以看到 当耶稣洗完礼之后 然后从水里上来 十六节说 神的灵 仿佛各自 降下落在他身上 如果你现在看 马太福音三章 这一段经文 好像施洗约翰 认识耶稣 好像啦 你看起来 好像认识耶稣 因为十四节记载 耶稣告诉耶稣说 怎么你来接受我洗礼 搞错了把事 我要接受你洗礼 才对啊 但是圣经这样记载 它有一个 这是一个特殊的意象 因为书洗约翰 不认识耶稣 耶稣来到他的面前 要接受他洗礼的时候 他不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的神 怎么跟他讲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一章 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这一段经文 那么这一段经文 书洗约翰 那么做过两次的见证 三十一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 I did not know him 三十三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 就是当耶稣来到 书洗耶稣面前的时候 要接受耶稣的洗礼 耶稣是不认识他的 这到底是谁 我不认识 那我们的神就告诉 书洗耶稣一个讯息 三十三节以下 神告诉他说 你看到你为一个人书洗 这个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你看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那个人就是我用灵为他书洗的 书洗耶稣当时他的洗礼 是悔改的洗礼 不是赦罪的洗礼 是我们的神 亲自用他的灵为 耶稣基督来书洗的 那这个时候三十四节 当耶稣看到的他说 我证明这个就是神的儿子 那什么叫做神的儿子 就是那一位没有肉体的形象 以灵状态存在的神 那么他现在成为带着肉体 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给我们看见了 那这一位神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请看二十九节 你看四十九节 说看啊 看什么 神的羔羊除去 是人最内的 所以我们的神告诉约翰 你为人书洗 你看到圣灵降在他身上 那么就是我的灵 亲自为他书洗 我宣告证明这个人是没有罪的 这个人就是神来到树上 要代替我们除罪的 那一头带罪的羔羊 所以耶稣基督 接受洗礼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他向数人宣告 我没有罪 我来就是代罪的羔羊 这个也是旧约的圣经 我们的神早就说好的一件事 我们请看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 Eziah chapter 53 verse 4 to 6 我们重点只看第六节 圣经说 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 那么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内 都归在他身上 verse 6 All we like a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 have turned everyone to his own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代罪的羔羊 因为他的生命没有罪 And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the Lamb of God because he has no sin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的书洗 是用耶稣基督保血 来洁净我们的罪呢 So why do we say that in our baptism we use the precious blood of Jesus 表面上 那么他 我们是用水来书洗 On the surface it appears we use water 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 去了解 他真理里面的解释 到底是什么 But we must use the Bible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behind this 我们可以看 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四节 Let's turn to John chapter 19 verse 34 耶稣定在数数架上的时候 有一个罗马兵丁拿枪 砸他的肋盘 When Jesus was on the cross There was a soldier that used a spear to pierce his side 那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如果圣经只有记载说 流出血来 今天我们的洗礼就错了 因为没有水 If the Bible only records that what flowed from his side was blood then our baptism is wrong 那你看圣经说 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流出了水 又流出了血 两个都有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四节 那所以我们用水为人梳洗 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有圣经根据 那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当我们用水为人梳洗的时候 这个水怎么能够成为 耶稣的宝血呢 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Let's turn to 1st John chapter 5 第六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六节 1st John chapter 5 verse 6 这里又提到了这个 借着水跟雪而来的是 耶稣基督 圣经就讲 不是单用水 是用水 然后呢 又水中里面有雪 叫又用水 又用雪 It tells us very clear not only by water but by water and blood 那之中做见证的是什么 是圣灵 And so who bears witness it is the Holy Spirit The Spirit of God 所以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知识的角度 用化学知识的角度 让水变成耶稣基督保血的 我们要加一个催化剂 对不对 And so from point of science for water to be turned into blood we must put in a chemical 那这个催化剂 就是圣灵 当圣灵从神那里降临下来的 And so this is the Holy Spirit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upon us 那这个水 就在灵里面 成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This water and the spirit becomes the precious blood of Jesus 所以圣经说 在第八节提到说 圣灵水跟雪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This tells us in verse 8 that the spiri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come from God 我在台湾 曾经有一次 在施洗的时候 in Taiwan when I was helping in baptism 那我们都是 礼拜天早上 这个八点多 就到洗礼的 这个场地去 Usually on Sunday at 8 a.m. we will arrive at the baptism site 我们那次接受洗礼的 有二十几个弟兄姐妹 And at that time 大大小小 那个老老少少 身体健康不健康的 全部都有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about twenty members old and young and healthy and with illnesses 我们下到水里面 那么执行完整个洗礼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之后 And after we had conducted baptism in the water 我们换好衣服 然后我们又从岸上 那么走到桥上 因为我们的车子 就放在桥的两旁 And so we were changed and had come onto the shore 那那个时候呢 有三种人 把我们拦截下来 An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hree people that stopped us 一个是五点多 就在那边钓鱼的 一个老钓客 大概七十几岁的 一个老伯伯 And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n elderly seventy-year-old man that was there from 5 p.m. 第二种人是和尚 And the second one was a monk 第三种人叫尼姑 And the third one was a nun 这三种人 把我们拦截下来 And so these three people stopped us 我做了什么措施 我就问他们说 请问有事吗 What have I done I asked them What's the matter 那这个钓鱼的 钓鱼的老伯伯 他就讲了 And so this elderly fisherman said to me 他说 你们刚刚是在做什么 What were you doing just now 我说我们是 真耶稣教会 I said that we are from the true Jesus church 我们刚刚是在这里 执行洗礼 我们希望能够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 来赦免我们所患的罪 We had just conducted baptism that we hope to rely on the blood of Jesus to wash away our sins Oh 洗礼 就是这样 他不知道洗礼 是这一种方式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that baptism was in this form 很奇怪 我看到你们洗礼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水 变成红色的穴 一片红 整个河流都说红色的 He said it was very strange because when I saw that you were baptizing the whole area was red 我们那一次的洗礼 我们接受洗礼的 慕道者 我教会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看到 水变血 没有人看到 那现在是外人 来跟我们做见证 所以我们信徒就问他 你什么时候看到 这个水变成红色的血 他说 好像很冷 我们听不懂 什么意思 你们换了白衣服 走到水里面 然后呢 开始大家都在花斗 他不知道 我们知道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先 奉主耶稣圣明 祷告 神的灵 在我们身上 所呈现出来的 外观的动作 他说 这个一斗珠下 这个水 全部变成红色的血 他就接着讲 你们这个好像很大胆 那个婴儿都跑去 泡水 浸水 你不怕浸死掉 如果是 如你们所说的是 耶稣的宝血 我可以做见证 你们通通 是在耶稣的宝血里面 泡过的 他说泡过的 浸过的 我们又问他 现在这个水 什么颜色 他说 清澈的 没有颜色的 清水 我们信徒问他 什么时候变成清水的 他们说 你们全部都 浸过水之后 又在水里面 发抖的时候 奇怪 我一看 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雪 不见了 恢复河水 清澈的颜色 所以我们不是 老王卖瓜 正耶稣教会 绝对不是 老王卖瓜 对不对 旁人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来为我们 做见证的 那我现在讲 这个和尚 他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先跟我打一个 宗教礼节 他说 我也看到 变成红色的 这个白色 这个清澈的 河水 变成雪 但是他看到的 跟这个钓鱼的 老婆婆看到的 不一样 他说 你们在水里面 发抖的时候 我刚好从这边 经过 我想说 那么多人 是在干什么 一看 正在那边 发抖 他就发现说 那个河船 好像裂开了 有那个 雪的泉源 一直涌出来 雪泉 一直涌出来 那如果你看 旧约圣经 撒加利亚书 十三章 第一节 我们的神 早就告诉 以色列百姓 在撒加利亚书 十三章 的第一节里面 说我倒数会开 一个什么 洗除罪恶 与污秽的泉源 所以这个河上 看到的是 雪的泉源 一直不断地涌上来 那我们洗礼的地点 不是很石板 就固定在那个地方 不动的 我们不是这样子 身高一百九的 我们要找到 跪下来 刚好在这边 那身高一百三的 那显然一百九 洗礼的地方 太深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地点移动的 是固定一个地点 可能移来移去 所以他说 这个很奇怪 你们移动到哪里 那个雪泉 就跟你们到哪里 也是跟你们移动的 所以我也可以证明 你们都是在雪里面 经过的 红色的雪里面 经过的 那一样 祷告的时候 这个雪泉不见了 现在换这个尼姑讲话了 他说 我刚刚也看到 红色的雪 但是我看到的 跟前面两个不大一样 假设河水是这样流 那我们洗礼的地点移动 我们总是有一个范围 这个河道当中 我们总是有一个 洗礼的范围 他说水在这一条线 之前是清澈的 那过了你们 主行洗礼 这一条线 变成红色的 那又过了 往这边流 又过了你们洗礼 这一条线 这个水又变成清澈的 只有你们洗礼的 这一个区块 是红色的宝雪 我们当时 满心感谢神 给我们的恩典 一个教会洗礼 最之所以能够得到赦免 他的权柄是圣灵 十四为我们洗礼 长老为我们洗礼 对不起 这一些主称 都没有赦罪的权柄 传道为我们梳洗 传道这个主称 也没有赦罪的权柄 那么按照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 耶稣向他的门徒 吹了一口气 然后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受圣灵 那你们受了圣灵之后呢 我们的神才把赦罪的权柄 赏述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耶稣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到赦免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一间教会 诸说能够洗礼赦罪 是因为有圣灵的权柄 这一股属灵的力量 存在跟我们同在 那就好像创数记 第一章第二节 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再来呢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我们洗礼也是这样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透过我们的祷告 然后接下来 神的权柄智慧能力执行力 就彰显出来 就是水变成耶稣的宝血 所以我们在罪的系统当中 所神赏述下来的生命 今天我们也能够进入到 跟神耶稣基督一样 没有罪的生命系统里面 所以透过洗礼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 我们就圣洁了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利润 这个敬虔的奥秘当中 我们要去学习 敬虔的生活重点在哪里 我们请看彼得后书 第三章 十一节 请看彼得后书 第三章 十一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什么叫做对神真正的敬虔 就是 持守神 用宝血 洁净我们的圣洁 这个圣洁 你要去持守它 如果你自认为 我是一个虔诚拜神的人 但你生活远行 常常违背圣经道理 你没有出所神的圣洁 很难讲 我是一个敬虔的人 叫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是在灵里面被神 宣告是没有罪的 那我们这样 我们才算敬虔 没有这样 就没有敬虔可言 九十一书 继续来带点我们 这条信仰的道路 一起来唱赞美诗八十首 请你唱赞美诗八十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